敬亚斯汀 让智慧也动听 安卡拉一战 奥斯曼苏丹八叶纪德被俘身死 国内大乱 朱王子争夺王位连年混战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更十年之久 到了1413年 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即位后 才结束了国内无政府状态 苏丹穆罕默德一世 在位总共不到十年 没有什么建树 直到其子 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 帝国的元气才渐渐恢复 他收回师弟 复阵军威 开始了奥斯曼帝国 征伐拓土的新阶段 公元1451年 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继位 他雄心勃勃 励志要灭亡拜占庭帝国 占领军事坦丁堡 为此 他不惜用重资 铸造新式大口径火炮 旧炮 准备工程器械改编军制 建造新式船只战舰 储备甲 弓箭 弹药 组建庞大的舰队 筹措粮草 研究制定各种工程的战略方案 以便彻底摧毁东罗马帝国 称霸欧洲 军事坦丁堡整个城市呈不规则的三角形 北滨金角湾 南临马尔马拉海 东面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小亚西亚摇摇相望 只有西面三角形的底部与陆地相连 拜占庭为了对付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威胁 在军事坦丁堡 亦受攻击的西面陆地 修筑了两道城墙 外城墙高约七八米 每隔五十至一百米 住有一座城楼 内城高十二米 在相当于外城塔楼中间的位置 住有高二十米左右的四角或八角的城楼 城外是十八米左右深的护城豪 在金角湾入口处 则以铁锁封锁港湾入口水域 拜占庭虽然只有八千雇佣兵 二十艘战舰的城防力量 但由于军事坦丁堡的力士险要 城墙坚固 防守森严 要想攻破这座城池也非易事 1453年4月 在浪漫的春色中 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统帅步兵十二万 骑兵二万 别动队一万 大小战舰三百艘 从水陆两路浩浩荡荡扑 扑向军事坦丁堡 陆军从西面逼近城堡 海军在海上摇箱侧应 将城堡团团围住 4月6日 土耳其大军首先从西线发起攻势 左翼五万大军 右翼十万 苏丹率精锐的加尼沙里兵团坐镇中军 在大红色加金丝的华丽帐篷中 运筹帽幄 城堡上空硝烟弥漫 即使如雨 城内守军在军事坦丁十一市的都帅下 奋力抵抗 土耳其的官兵始终未能越过 护城的壕沟 于是苏丹命令 重炮轰城 掩护步兵 在隆隆的炮声中 数万名土耳其将士 手持大刀长矛 携带树枝 滚动着大木桶 冲向护城壕 企图填平壕沟 拜占庭的守卫军 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护城壕 又击退了土耳其军的多次冲锋 土耳其人见强攻不下 便一面组织火炮继续红城 轮番仰攻 一面在地底挖掘地道 以便从护城壕和两道城墙下面穿过 直通军事坦丁堡城里 但是地道还没有挖通 就被军事坦丁堡守备的军民发现 用炸药将其炸毁 之后 土耳其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 在密集炮火的配合下 推出数十辆装有轮子的活动堡垒 投入战斗 集中火力攻击圣罗马门 这种活动堡垒 外面以三层牛皮包裹 不怕火烧 里面装备有用滑轮操纵升降的 攻城云梯 经过多次激战 土耳其军仍然没能攻破城池 与此同时 土耳其海军也遭受了挫折 四艘热纳军舰 击沉了数艘土耳其舰支 冲破包围圈 进入马摩拉海 为军事坦丁堡 送去了大量武器弹药 粮食军需物资 怒不可遏的穆罕默德二世 扁持了疏忽职守的舰队司令 在接连失利的情况下 奥斯曼苏丹召集将士 分析敌情研究对策 他们认为 东罗马在金角湾的防线比较薄弱 如能在那一带偷袭成功 将会使东罗马措手不及 陷于被动 但是金角湾入口处防守严密 而且又有铁锁蓝河封锁 舰队无法越过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 采纳了这样一个建议 即借到热纳亚商人控制的 加拉塔据点 潜入金角湾 为此 土耳其人以保障热纳亚 在加拉塔的商业特权 作为交换条件 买通了贪婪的热纳亚商人 4月22日 土耳其军队先在 加拉塔的陆地上 用尖厚的木板铺设了一条道路 木板上又厚厚的涂抹上 大量的牛羊油脂 以减少摩擦 然后把船只用划车 掉到陆地上的木板路 有许多人夫驱赶着牛 拖曳着前进 仅用了一夜时间 70艘轻型舰船 通过这条滑道 从路上进入金角湾 土耳其人还迅速地在金角湾上架起一座浮桥 在岸边筑起砲台 控制了整个金角湾 使军事坦丁堡 父被受敌 土耳其舰队在金角湾内的突然出现 拜占庭人惊恐不已 匆忙从西部防线抽调兵力 以加强金角湾的防线 虽然军事形势对拜占庭越来越不利 但是军事坦丁堡的守军仍然顽强抵抗 击退了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5月27日决战前夕 奥斯曼苏丹分三批检阅了他的陆海军将士 并且做了蛊惑军心的总动员 他说 我给你们一座宏伟富庶而人口众多的城市 古罗马的首都 世界的中心 任你们劫掠 你们将成为这座世界名城的征服者 29日扶晓 奥斯曼苏丹下达了总工的命令 一时间万炮轰鸣 火光冲天 炮弹如冰雹向城堡倾泻 数万名土耳其将士 扛着云梯 喊杀震天地冲向城园 与此同时 马摩拉海和金角湾方面的土耳其海军 也在总工的命令下 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 尽管遭到东罗马守军的顽抗 未能登陆攻进程序 却牵制了东罗马的大量兵力 有力的配合了土耳其西线的进攻 军事坦丁堡西线的战斗最为激烈 在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自多战下 加尼沙里军团的将士很快的压到城边 在城墙上 云梯上和守军展开了殊死的白刃战 东罗马军队拼死厮杀 勉强支持 不料在圣罗马门以北的一段城墙被炸开 土耳其军潮水般的从这个缺口涌入城内 军事坦丁皇帝仍企图组织临近部队增援 但已来不及了 拜占庭的守军已陷入溃乱状态 东罗马末代皇帝军事坦丁十一世 眼见大势已去急忙脱去皇帝服饰 夺路而逃 结果在混战中被土耳其人击毙 而军事坦丁堡的居民们 却仍然顽强的与土耳其人进行巷战 街道上和宅院中的居民都没有向土耳其人投降 连妇女儿童也都加入了战斗 他们向土耳其人投掷瓦片 当天夜里 土耳其人占领了军事坦丁堡全城 土耳其军队在城中为所欲为 肆意掠夺 许多居民被卖为奴隶 壮丽豪华的宫殿 复制一具 历代相传的艺术珍品被洗劫一空 军事坦丁堡的陷落 标志着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对伊斯兰世界来说 它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战绩 因而穆罕默德二世的名字 受到东方穆斯林的敬仰 被誉为伟大的征服者 四年以后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 从亚德利亚堡迁都到军事坦丁堡 并将该城改为伊斯坦布尔 及伊斯兰的城市 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 从那时起直到本世纪初 该城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静雅思听唱到这样的阅读理念 读书不要贪多 而要求精 所以我们坚持只把最好的书呈现给用户 让大家能够把有限的阅读时光 交付给最值得的对象 永远与智慧相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